沈小枫没有一丝耽搁 再次起身 看着那个怪物 微微闭眼 感受了一下李书生 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心中稍安 睁开眼睛 视线看着眼前那个庞大的家伙 只不过 还没等他视线聚焦 他就感到一阵威压向着自己扑面而来 沈小枫来不及多想 立刻就第一滚 躲开了怪物那双尖利的脚 那个怪物一击未重 自然不肯罢休 他找准沈小枫的位置 再次冲了过来 一边冲 嘴里还一边发出刺耳的尖笑声 沈小枫被这个声音扰得一阵烦乱 一时竟有些无法集中精力 他仓促地向着一边躲闪 可那个怪物好似看准了一般 原本扫向一半的蛇身 直接转换了一个位置 对着沈小枫就扫了过来 只听当的一声 沈小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头脑也在这一刻清醒过来 他摇了摇头 让自己的意识回归 视线盯着眼前的大家伙 整个人的气质开始变得阴冷 原本 他并不想打草惊蛇 毕竟他身处焦族地界 若是被人发现 他恐怕就会陷入一场危机之中 可是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怪物 完全就是想要将他置于死地 若是自己再继续这样下去 还没等进入焦族 只怕就会葬身在这了 想到这里 沈小枫也不再犹豫 双手做了一个法觉 下一秒 满头白发无风自动 沈小枫周身 渐渐被混沌之气所萦绕 双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瘦爪 浑身的气息 在一瞬间就完全变了 那个怪物仿佛是在 疑惑沈小枫的改变 意识之间倒是没有再出手 但沈小枫将自己体内的混沌之力 全部激发出来之后 看着他 眼神泛红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落下这么一句话之后 沈小枫直接对着那个怪物出手了 激发出了混沌之力 沈小枫的实力就上涨了 不止一个档次 他直接上前 对着怪物的眼睛就攻了过去 一般眼睛是一个身体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他下手十分狠辣 想要直接将那双血红色的眼睛彻底毁掉 而那个怪物意识到了沈小枫的行为 原本空无一物的蛇身 净凭空长出了两只兽爪 向着沈小枫就抓了过去 沈小枫没想到这个怪物还有这一手 只能放弃自己的动作 向着一旁飞速掠去 带他站稳 看清那个怪物长出来的手之后 眼神里也带上了震惊 眼前的怪物长出来的 哪是只有一只手 那是八只 看着像着蜘蛛的腿一样 有些让人恶心 这简直就是将四大毒物 急于一身了 沈小枫还没来得及细想 那个怪物八只手 向着这边一指 无数的丝线对着他就缠绕了过来 沈小枫眼几手快地躲开 同时双手不断挥舞 将那些想要缠上来的丝线 尽数斩断 沈小枫见那个怪物还不断地 想要将它缠起来 严重冷光一闪 双手向着一旁 手掌向下 没过多久 一束束的混沌之力 就从他的手掌中出现 待他双手已经被混沌之力 完全覆盖之后 他直接对着那个怪物一指 一瞬间 无数的混沌之力 向着那个怪物而去 那些还没来得及到达沈小枫 这边的丝线尽数斩断 怪物也不是个蠢的 直接向着一旁躲去 可那些混沌之力 就好似是长了眼睛一般 对着怪物紧追不舍 怪物无法再躲避 一时间 无数的混沌之力 直接将怪物淹没了 紧跟着 整个漆黑的空间 传出了怪物尖厉的怒吼 而这里传出来的声音 终于惊动了守卫的人 他们赶忙来到这里 感受到里面凌乱的气息波动 眼神闪过急切 不好 易受暴动 快去禀告焦黄 可若是焦黄知道 我们岂不是小命不保 蠢祸 禀报 焦黄只是我们小命不保 不禀报 那可就是全家性命不保了 随着二人你一眼我一语 他们的脚步声也逐渐远离了 而此时那个怪物受到沈晓峰一击之后 整个兽都陷入了一阵狂躁的状态 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 双眼已经流出了黑色的血液 很好 看着怪物的状态 沈晓峰知道 他的目的达到了 虽然如今那个怪物已然狂躁 但沈晓峰已经不再畏首畏尾 他直接上前 想要找到怪物的罩门 可那个怪物感受到了他的气息 不管不顾的拼命向着他的这个方向攻击 沈晓峰原本以为 只要怪物没了眼睛 就会失去了一定的感应能力 可是没有想到 不管他在哪里 怪物都能够准确地得知他的位置 并且对着他发出强烈的攻击 不知这个怪物是因为疼痛还是什么 如今他的攻击力比起一开始竟上涨了一倍 沈晓峰原本的能力也就能和怪物周旋 可如今怪物实力提升 对于他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 沈晓峰如今也有些奇怪 为何这个怪物实力如此高强 却将他关在交足外面 他突然想到 刚刚那两个侍卫追到这里就离开了 想必 就是因为眼前这个怪物的存在吧 看起来 那几个侍卫很是惧怕这里一样 沈晓峰吃力地抵挡着怪物的进攻 他越来越处于下风 那个怪物的脚 在沈晓峰的面前突然出现 沈晓峰赶忙收回思绪 向着旁边掠去 可是没想到 下一秒 一只手就直接将他贯穿 沈晓峰来不及多想 直接一个回旋 硬生生将那只手从自己的身体里拔了出来 紧接着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嘴里喷出一大口鲜血 那个怪物闻到血腥味 更加的兴奋 一步一步地向着沈晓峰的方向走了过来 沈晓峰如今身受重伤 根本就不是怪物的对手 他奋力地想要站起身 可是意识之间却是有些做不到 那个怪物走到身前 正想直接结果了沈晓峰 可是突然之间 他却向后退了几步 沈晓峰看准时机 立刻起身 向着一旁一滚 到了离怪物较远的地方 看着怪物如今痛苦的样子 沈晓峰心中闪过疑惑 可是 下一刻 当他感知到黑龙刃的气息之后 眼睛瞬间亮了 他原本以为黑龙刃已经被那个 怪物吞下了肚中 只怕要杀了他才能取出来 如今看来 他还有希望 趁着那个怪物来不及顾及到他 沈晓峰立刻盘息而坐 混沌之力再次涌上来 与怪物肚中的黑龙刃气息相契合 下一秒 一股混沌之力从沈晓峰伸周出现 向着怪物的身体而去 这丝混沌之力并不强势 在如今怪物被黑龙刃折磨的当下 这丝气息于他而言 根本就不算什么 所以 他很轻易的就进入了怪物的身体内 见此 沈晓峰谋中依喜 成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 怪物直接发出了一声 惊天怒吼 黑龙刃随之破糖而出 怪物在尖笑了几声之后 终于倒在了地上 黑龙刃飞到沈晓峰面前 李书生直接出现 看着沈晓峰如今的样子 眸中闪过担忧 主人 你怎么样 沈晓峰见危机解除 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听到李书生的询问 微微摇头 视线却在触及到 李书生手里的东西是一顿 之后看向他 眸中带着询问 李书生自然明白沈晓峰的意思 他将手中的貌似放大镜的东西 递给沈晓峰 开口说道 这个是我在那个怪物 肚子里发现的 感觉到上面有些异常的气息 所以就把它带了出来 沈晓峰依然接过 看着手中的东西 他自然也能感受到 此物周身流淌的气息 沉默片刻 他直接将一丝凌厉试探性的 注入到此物之中 一瞬间 沈晓峰的眼神就变了 他有些惊讶地 看着手里的东西 没有停留 直接闭上了眼睛 他将灵力注入到 此物身上之后 竟然在他的脑中出现了一些影像 直觉告诉他 这和焦黄有关 他自然知道 如今他们所处之地 十分凶险 可是不知为何 他竟像是中邪了一般 根本就控制 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 迫切地想要知道那里所记载的事情 李书生见沈晓峰如此 虽心下有些疑惑 可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自觉地担当起了护法的职责 在那个影像中 出现的只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面容俊美 周身的气势十分高贵 并且温和 一看就是个位高权重者 在他的身旁 站着一个看起来 十分乖巧 面容却有些丑陋的人 他看起来不像是娇人 更像是鱼 小鱼儿 这一次的突破 对于我来说事关重大 你可一定要看护好这个地方 这一次 只要稍有差池 我只怕就要走火入魔了 那个温和的娇人 对着一旁的鱼儿吩咐 鱼儿听言 立刻点头 焦黄放心吧 小鱼儿就算是死 也一定会忽悠焦黄周全 话虽是如此说 可是 沈小枫还是能够察觉到 那条鱼在说这话的时候 眉眼之间一闪而逝的阴狠 焦黄文言 满意地点了点头 之后就直接开始打坐 这一次的突破 对于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他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三百年 这一次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也正是因为这次突破的重要性 所以他才只让自己最信任的人 前来护法 也是为了避免其他人 有不轨之心 可是没想到的是 他最信任的人 才是那个心存不轨的人 焦黄刚刚闭目没多久 那条鱼就有了动作 他来到焦黄的面前 轻轻叫了几声焦黄 却没有得到丝毫回应 小鱼儿健壮 也不再假装了 直接圆形毕露 他看着焦黄 眼底闪过一抹阴毒 呵 我真是想不明白 就像你这种同情心泛滥的人 到底有什么资格成为焦黄 他坐在焦黄的旁边 开始自言自语 难道你不知道 作为一个君主 同情心是最没用的东西了吗 真的是 见到谁有难都要救上一救 还真是不怕惹祸上身啊 那条鱼看着焦黄 眼神里的光渐渐变得疯狂 你以为你救了我 我就会感激你吗 我告诉你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 你这副自以为善良温和的样子 今天 我就要让你知道 虚伪的代价 说完这句话之后 那条鱼直接伸出手指 一缕细线顺着他的手指 就进入了焦黄的眉心之中 随着他的动作 焦黄的身体也是微微一顿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焦黄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双目血红 他一顺不顺地看着那条鱼 眼里是满满的不可置信 小鱼儿 你 焦黄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你好 如果焦黄一直都是像你这个样子的话 那焦族迟早都得灭族 还不如让我接手 这样也能保证焦族永远不灭 小鱼儿看着焦黄 渐渐变得绝望的眼神 某中闪过一抹疯狂 他直接上前 对着焦黄掐了一个绝 焦黄的面部表情渐渐变得痛苦 他感受到自己的灵魂正在被强行剥离 如今 正是他最虚弱的时候 因为小鱼儿动了手脚 如今 他就和废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根本就无法自保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灵魂被剥离出来 渐渐消散 小鱼儿满意地看了一眼眼前的景象 随后故作惊慌地大叫了一声 救命啊 之后自己灵魂离体 进入到了焦黄的身体之中 接下来的场景十分的混乱 一堆人进入到这里 看到焦黄虚弱的样子 都十分急切 想要将焦黄带走疗伤 焦黄自然不会推辞 跟着焦族人的脚步都走了出去 只不过 他在临走之时 回头看了一眼 视线正是沈小峰的方向 猛地睁开眼睛 沈小峰头上不知不觉已冒出冷汗 若是他没猜错的话 这里面的影像想必就是焦黄突然性情大变的真相了 那么之后的事情也已经很清楚了 沈小峰知道了这些之后 也不再停留 就想直接离开这里 可是 他才刚刚站起身 一个尖利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擅闯焦族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随着这个声音 一个奇丑无比 眼神阴狠的人就走了进来 在他的身后 跟着无数焦族 带他进来之后 视线在沈小峰的身上 来回缩寻了一圈 当看到他手中拿着的东西时 眼睛瞬间睁大 你竟然看到了 感受到沈小峰周身的气息 他眼里闪过一抹杀意 烈等人 你是浮游族那里的人 竟然敢擅闯焦族 来人 给我拿下 就地正法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又看了一眼 沈小峰手里的东西 眼神微微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沈小峰 见那些焦人不分 青红皂白的就上来 拿人 顿时心中也生出了一丝不满 焦族的人 竟已经于中到如此地步了吗 只要是焦黄的命令 不管是什么 都要服从 如今沈小峰刚刚经过一场大战 身受重伤 这么多焦族的人 若想脱身 只怕不易 李书生不知何时 也回到了黑龙刃之中 如今黑龙刃就在沈小峰的面前 透露着锋芒 那些焦族的人 渐渐地将沈小峰围在了中间 沈小峰知道 若是一味地打斗 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如今 也只能智取了 视线向着自己手里拿着的东西看了一眼 沈小峰抬起头来 直视着焦黄的方向 嘴角微勾 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焦黄见他如此表情 心中突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急忙对着焦族人下令 你们还愣在那里做什么 赶紧动手啊 你们都是废物吗 沈小峰见状 不但那些焦人有所动作 直接开了口 焦黄为何 这般急切地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与你想来无冤无仇 这样岂不是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还是 焦黄另有隐情呢 比如说 你性情大变的原因 词言一出 原本已经快要走到 沈小峰面前的众位焦族脚步一顿 看向沈小峰的眼神中 都出现了一丝疑惑 而此时的那位焦黄 却是有些失了理智 你这个劣等人 胡说八道什么 你们赶紧动手 不要让他再在这里胡言乱语 沈小峰见状 眸中带上一抹笑意 他不慌不忙地站起身 诸位难道都不好奇吗 为何你们的焦黄突然性情大变 当初进入那间密室的 就只有焦黄和那条鱼两个人 这其中若是有人动了手脚 只怕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吧 你不要胡言乱语 当初那条鱼已经被焦黄措手杀死了 还能动什么手脚 一个焦人听到沈小峰的话 忍不住拍了口 沈小峰视线看向那个出生的焦人 心里划过一抹了然 这个人想必也是对这件事情疑惑已久 如今用这样的语气问出来 既不会引起焦黄的怀疑 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看起来倒是个聪明的 沈小峰看破不说破 沉默片刻 继续开口 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 死的人是那条鱼呢 说不定是那条鱼借尸还魂 如今这具身体里的灵魂 就是他呢 沈小峰话音刚落 还没等众人反应 焦黄直接一个闪身上前 就像将沈小峰手里的东西躲过来 沈小峰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一个闪身躲开 顺便将手中之物扔了出去 真相 就藏在那里 若是想知道 你们就自己去看吧 焦黄见沈小峰将东西扔了出去 一时间也顾不得他 直接向着那个方向而去 想要将东西拿在手中 其他的焦人见他们的焦黄如此急迫 谋中也有些疑惑 但是碍于焦黄在那里 他们也不好 明目张胆地和焦黄争抢 只能一个个地看着 沈小峰在众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别处的时候 视线看向黑龙刃 李书生 这一次 可就看你的了 此言一落 黑龙刃顿时散发出一道黑气 将沈小峰牢牢围住 沈小峰双眼一闭 身上混沌之力渐渐生腾 下一秒 竟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焦黄好不容易将那个东西拿在手中 待他站稳 竟发现沈小峰不见了踪影 他看着沈小峰原本站立的方向 延伸力已经被浓浓的杀气蔓延 告诉寒珠 无论如何 都要将这个人诛杀 浮游族人若是愿意归降 将这个烈等人交出来 可以饶他们不死 焦黄如今也恢复了理智 知道若是将浮游族灭门 那只怕想要抓到这个人也不容易 倒不如用些计谋 一个烈等人 他就不信 他还能翻出天去 沈小峰出来的时候 竟发现已是深夜 他与那怪物在那里竟已缠斗了一天 沈小峰如今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只能靠在一棵树旁 静静调息 黑龙刃嗡嗡一声 李书生出现在了沈小峰的面前 他看着身受重伤的沈小峰 一时也没有开口 给我护法 淡淡地吐出四个字 沈小峰就不再出声 如今 焦黄既然已经知晓他的身份 那么浮游族恐怕就无法安然脱身了 只不过 那个焦黄也不是个蠢的 知道自己的能力 肯定不会使用过于强势的手段 这对于浮游族来说 可能也是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契机 三日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焦族果然在第三日过后重新发起了进攻 只不过 他们却是有了前提 若是浮游族愿意归降 告知一个劣等人的下落 他们就可免遭灭门之祸 不用多想 清竹他们也知道焦族指的人是谁 他们虽不知道沈小峰这三日到底去了何处 可也明白 他是为浮游族的事情而去奔忙 如今看来 只怕他和焦族有了过节 沈小峰回来的时候 正碰上焦族再次进攻 他直达议事厅 他知道 如今也只能想尽办法抵抗了 清竹等人诈疑 见到沈小峰 皆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原本还在担心沈小峰的安危 如今见他平安归来 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如今战况如何 焦族可有提出什么要求 刚进议事厅 沈小峰没有一丝停留 直接就问出了这个问题 清竹等人闻言一惊 似是没有想到沈小峰会如此了解焦族 沉默片刻 清竹微微摇头 焦族是大 尤其会有要求 清竹此言一出 众人脸色皆是一变 不过只是一瞬 他们就明白了清竹的用意 倒是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如今焦族既然提出了那样的要求 若是让沈小峰知晓 那他还不知道会做何选择 与其如此 倒不如直接隐瞒下来 现在浮游族也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沈小峰如今重伤未愈 整个人变得倒是迟钝了些 他也没有注意到众人的反应 听完清竹的话之后 某种闪过困惑 难不成 是他猜测失误 焦黄恼羞成怒之下 竟直接让焦族来灭门不成 不过 如今的形势倒也容不得他多想 眼下 还是想办法 让浮游族减少损失要紧 如今形势如此危急 凭借我们的力量 只怕无法让浮游族全身而退 不知我们可否再次请行天过来 有了他们的帮助 我们应该也能轻松些许 一旁的三星灌注 也是忧心忡忡 看着沈晓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 沈晓风闻言 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沉默片刻 淡淡回答 只怕不行 行天当初答应帮忙 也是因为那涉及到了整个新世界的存亡 又是在那样紧急的时刻 他才会勉强出手 我们终究是敌人 如今形势对于新世界来说 暂时又没有什么威胁 就算浇族占领了浮游族 发现了通道 可那也是之后的事情了 如今想要行天出手 那无疑是在痴人说梦 沈晓风根本就不做他想 浇族实力比起浮游族更是强悍 之前光是浮游族的战斗 就让他们元气大伤 如今遇到实力更为强大的焦族 只怕 就算让行天知道 他也会选择做缩头乌龟 那我们如今还能如何 杨简看着沈晓风 眸中也是满满的担忧 沈晓风闻言 听着外面的喊沙声 不由的微微叹气 如今 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傍晚 沈晓风回到自己的房间 身体一个亮呛 他赶紧抓住床头 顺势坐下 他受的伤太过于严重 现在的身体根本就无法支撑太久 他坐在床上 努力地调膝 周身混沌之气萦绕 末地 身体中出现了另一种力量 那是通灵浮游的力量 想到之前研究的 将精血融合的方法 沈晓风身体一顿 如今他们已经遭遇到了这样的变故 若是今夜能够融合成功 那他的实力也会有一定的增强 对于浮游族来说 倒也算是一件好事 想到这里 沈晓风睁眼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见太阳刚刚落下不久 焦族也是开始整顿 一夜的时间 应该足够了 沈晓风如此想到 伸手一换 李书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书生 帮我护法 简短的几个字之后 沈晓风直接闭上了眼睛 李书生看着沈晓风 不管不顾的又开始打坐 不禁觉得有些无语 他是气灵 气灵诶 这两天怎么就成了护法了 真是有损他气灵的威严 不过 心中虽是如此吐槽 李书生倒还是守在了 沈晓风的身旁 沈晓风通过意念 进入到了石海之中 刚刚进入 看着四周黑洞洞的一片 他眼眸有些暗沉 原本属于他的混沌之力 如今不知为何 竟不见了踪影 周围空旷无物 不知是何缘由 沈晓风走到了中心的位置 感应了一下四周 竟依然毫无所获 他沉思片刻 自知若一直这样下去 肯定不可 于是 直接坐在了地上 开始盘膝打坐 他努力地静下心神 默默等待着 不知过了多久 在沈晓风的面前出现了一道金光 感受到了光的刺目 沈晓风双眼微正 就看到眼前的那道金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换 最终变为浮游 人类 你竟可以将我囚禁于此地 看来 烈等人并不全是废物 浮游看着沈晓风 语气里带着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沈晓风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就直接站起了身子 看着面前的通灵浮游 嘴角微勾 你只不过是一丝精血 幻化而成的兽灵而已 我能做到 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此言一出 沈晓风明显地感觉到 对方散发出的不满情绪 上次他的研习结果果然没错 若想真正地将精血与自己融合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将精血幻化而成的守灵打败 并且 这期间 沈晓风不能动用任何 还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 比如说 混沌之力 想必 这也是为何 这里没有混沌之力的原因吧 肖小之辈 竟敢口出狂言 你就不怕 我霸占了你的身体 将你的灵魂囚禁于此 浮游在短暂的不满之后 恢复了冷静 看着面前的沈晓风 一双眼睛不停转动 不知在打什么算盘 沈晓风文言轻笑了一声 不再开口 继续坐在地上 心中默念静心咒 如今他们所处的位置 是在自己的石海之中 若是一直被那个浮游的话所影响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浮游见沈晓风如此 终于有些忍不住了 他直接双臂一旋 一道金芒 就向着坐在地上的沈晓风而来 沈晓风睁眼的一瞬间 整个人已经被金芒包围住了 看着身边光景飞速变换 沈晓风眼神一凝 再次闭上双眼 努力地将石海中的主动权重新掌握 待他再睁开眼睛 竟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沙漠之中 一阵饥渴之感突然涌了上来 沈晓风站起身 看着周围的沙漠 严重光芒变换 他一时之间并没有动作 努力地压抑着自己身体的不适 只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宝唇都已经开始干裂 原本还保持理智的沈晓风 如今竟也有些分不清眼前的光景 是否虚幻了 他又沉默了片刻 终于还是抬步 向着一个方向走了过去 快杀 今日 就让他们灭门 从此以后 世上在无福有足 正走着 突然一阵喊杀声 传到了沈晓风的耳中 他顺着声音望去 竟发现远处出现了一个战场 而战场上的人 赫然就是浮游族和焦族 见此情景 沈晓风脚步一顿 之后迅速地向着战场而去 可是 当他赶到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整个战场上剩下的 就只有遍地的残骸 沈晓风见状 直接愣在了原地 看着眼前的近况 一时竟是觉得自己无法言语 沈晓风 救救我 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从一旁传来 沈晓风视线迅速向着那边看去 一眼就看到了 倒在血泊中的青竹 他来不及细想 直接来到青竹的身边 将他扶起 你怎么样 青竹见到沈晓风的那一刻 眼神里闪过一道金芒 他顺势躺在了沈晓风的怀里 看着他 微弱的声音从他的口中传来 想不到 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能够见到你 我如今 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一句话说完 青竹好似用尽了自己身体的全部力气 他看着沈晓风 见他双唇紧敏 一言不发 忍不住轻轻地伸出手 想要放在他的脸上 沈晓风似是对他的动作 毫无所觉一般 继续做着自己手上的事情 就在青竹的手 马上就要碰到沈晓风的脸的时候 他的眼底 闪过一抹得逞的笑容 可是 下一秒 他的笑容直接僵在了脸上 低下头 感受着自己脖梗上的血痕 青竹的眼底 闪过震惊 你 雕虫小技 当真还是上不得台面 沈晓风不知何时已经脱离的 青竹 来到了一旁 看着那个此时满眼震惊的人 谋底毫无波澜 不得不说 眼前的这个浮游 还是太天真了些 以为只是用这样的微末伎俩 就能够将他拿下 刚出生的浮游 果真没有什么脑子可言 青竹见自己暴露 也知道自己如今 被沈晓风袭击成功 也做不了什么了 他也不再掩藏 直接幻化成自己一开始的样子 看着沈晓风 缓缓说出了一句话 看来 你当真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啊 真是可怜了我的那具身体 一句话说完 他身上的金光渐渐消散 终于 便为了一丝精血 飞到了沈晓风的手上 沈晓风其实有些意外 他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这么轻易的 就得到了这丝真正的精血 原本的精血 其实是无法和自己的身体融合的 他刚刚所做的一切 也只是为了更够将他的属性 变得与自己的身体一致 本以为还会浪费一些时间 倒是没想到 竟会如此轻易 难道 属性相容竟会这般容易 沈晓风脑海中闪过一抹一问 不过 当他若干年之后 差点丧命于精血之手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此时的想法 到底是有多么的天真了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沈晓风深周的环境瞬间消失 再一次恢复了自己十海的本貌 做完这一切之后 沈晓风原地坐下 正式开始精血的融合 精血 无论如何都不是沈晓风身体的所有物 想要融合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沈晓风将精血一点一点的引进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而随着沈晓风的动作 他只觉得身体中出现了一丝异样 原本在身体之中 十分和谐的血液 竟在接触到精血之后开始强烈的翻腾 只是一瞬间 沈晓风就觉得浑身发热 自己全身的血液温度持续升高 沈晓风忍住自己想要躁动的静脉 原地打坐 用那本书上的功法开始引导精血的融合 将自己身体中那些灼热的血液慢慢引导入气海穴中 而那些精血自然随着血液而来 血液流过精脉 灼热的气息将路过的精脉全部覆盖 沈晓风的额头上也隐隐冒出冷汗 随着精血的流淌 被他接触过的精脉竟有断裂的迹象 这让沈晓风不敢怠慢 忍受着身体的疼痛 双手掐绝 灵力注入精脉 维持着他们的生机 随着沈晓风灵力的注入 精脉却是少了一些断裂的迹象 可是那种撕扯感却还一直伴随着他 让他痛苦难当 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精血的流动 他全身的气血都开始翻腾 沈晓风的身体外侧 因为血液的原因 也是一直在涌动 让一只手在他身旁的李书生 惊了一下 他看着沈晓风的异常 看着他翻腾的气血 沉思片刻 直接伸出双手 抵在他的后背上 传入一丝丝力量 黑龙刃本源之力寒冷 倒是能够暂时缓解一下翻腾的气血 果不其然 随着李书生的动作 原本躁动的沈晓风身体渐渐变得平缓 而此时在石海中的他 也是觉得身体不再像之前那么躁动 也是微松了一口气 继续自己的引导 刚刚虽然自己受了不少的罪 可他一刻也没有松懈 如今 那丝气血已经被他引导了大半 只要能成功的将他引导到气海穴中 那他基本上就算是成功了 原本身体上的躁动 几乎让他有了走火入魔的趋势 如今得到缓解 他自然不会放弃 于是 他再次闭上双眼 继续自己的引导 虽说是有了一些缓解 可沈晓风的身体依旧不适 所以整个过程也是十分的痛苦 他感受着那丝精血一点一点的进入到了气海穴之中 还没有等松一口气 整个人就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 精血进入气海穴之后 会在气海穴中进行属性的护容 原本沈晓风并没有将他当成一回事 可是如今 他却是痛得几乎快要昏过去 他在反应过来之后 没有停止自己的动作 使用自身的血液 加速精血的融合 其过程十分辛苦 沈晓风的脑门上一道道的青筋爆出 他却极力忍住 外面的李书生见沈晓风身体的变化 直接加大了自己手中的力量 想要为他缓解 不知道过了多久 沈晓风只觉得自己的意识变得有些模糊 马上就要失去意识了 就在这时 他只觉得周身突然一阵轻松 原本的痛苦在一瞬间全部都消失了 沈晓风原本混沌的头脑也直接清醒了过来 用临时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气海穴 随后面上就是一喜 成功了 他成功了 如今 纳斯精血已经和自己身体里的血液属性互融 正在一点点地从气海学出来 与他自身的血液融为一体 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绕势一向镇定如沈晓风 此时面上也显现出了一抹喜色 又过了片刻 待他血液彻底护融之后 他就直接从意念中撤离了 李书生 原本正在仔细观察着沈晓风身体的变化 末地 沈晓风就睁开了眼睛 倒是把李书生吓了一跳 主人 你可算是醒了 我还以为你要一直这么做下去了呢 李书生拍着胸口 看着沈晓风 如今身体已经没有了大碍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沈晓风没有理会李书生的话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 眼眸微动 他没有想到 精血的融合 竟让他身上的伤势都好了大半 这对于他来说 倒是一个好消息 看着外面渐渐发亮的天色 沈晓风也不再耽搁 看都不看李书生一眼 直接伸出手 下一秒 黑龙刃回到了他的手上 李书生也消失在了面前 穿过一道道的长廊 来到大门处 远远的 就看到 焦族人向着这边过来的身影 沈晓风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最前方的将领 某中闪过疑惑 竟不是之前的那人 之前那人性情豪爽大意 倒是他喜欢的性格 如今突然换将领 只怕 也是为了针对他吧 来不及多想 沈晓风就直接进入了议事厅内 如今焦族马上就要来到进前 今日的战斗 马上就要打响了 清主等人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 此时正在商讨着策略 如今我们的大门马上就要守不住了 今日之内 焦族的人定能攻进来 而当初沈先生提出 用浮游族特性迷惑焦族的方法 也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了一些作用 如今 也是束手无策 一个浮游族的将领 正向清主禀抱着如今的形式 此话一出 整个意识厅中都陷入了一片沉默 清主看了一眼将领 缓声开口 如今 我们浮游族还剩多少兵将 不足三千 简短的四个字 却是说出了浮游族的困局 如今整个浮游族 总共都不到三千人 对阵焦族纳上万兵将 根本就无法抵挡 沈小枫一直在外面 听着里面的近况 他在外面沉思了片刻 直接走了进去 如今浮游族形势危急 若是继续如此的话 只怕不出三日 浮游族必亡 听到沈小枫的话 所有的人一时间都将视线意向了他 清主见到他 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不知 你可有什么办法 战场上 断肢残骸一片 浮游族如今已经被步步紧逼 马上就要撤离 而那个将领显然并不想要放过浮游族 他亲自下了战场 手中兵器不断地收割着生命 而沈小枫 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 直接出现在了那个将领的面前 凭你的能力 这样不就是明摆着在侮辱浮游族的人吗 就算是要打 也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对手 不是 沈小枫看着面前的那个将领 脸上带着一抹随意的笑容 那个将领的脚步突然被挡 视线直接看向沈小枫 当感受到他周身的气息之时 微微一愣 随后 就用一种十分不屑的语气道 你就是擅闯焦族的那个劣等人 闻言 沈小枫脸上并不恼怒 微微点头 想必 焦黄派你来就是为了我吧 现在我就在你的面前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若是你能够取了我的手机拿去给焦黄 那你的地位会如何 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 只不过 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若想拿住我 只怕你能力有限啊 沈小枫脸上带着一抹不羁 似乎眼前的这个焦族 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一般 而这样的态度 显然也激怒了那个将领 好大的口气 今日我就让你看看 狂妄的代价 这样说着 那个将领就想要上前 可沈小枫却一个闪身 躲到了另一边 先别急啊 既然你想要给我好看 那我们不妨就光明正大的打一场 让你的下属们暂且收手 看着你大展身手 岂不更好 说着 沈小枫的视线向着那些焦族看去 若是能够在他们的面前展现出你的实力 想必在焦旺面前 你也能更有底气吧 沈小枫这话说得十分轻缓 可是 不知为何 他的话就好像有一种说服人心的力量 那个将领看了一眼自己的族人 沉默片刻 直接点头答应了 见此 沈小枫眼底闪过一抹得逞 看来 通灵浮游的力量确实不容小觑 随着将领一声令下 所有的焦族一时间全部都撤离到了外围 而浮游族也暂时没有了威胁 待浮游族全部撤离之后 沈小枫心里也输了一口气 他已经让清竹他们先行离去了 浮游族的众人在进去之后 也自会有人引导离开 虽然到时候焦族发现 照样避免不了战争 可那也比在这里静静等死的好 而沈小枫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就是为了拖住焦族的脚步 他刚刚其实已经在上面观察了许久 见此 人面上有些利器 对人下手毫无留情 而且出手很辣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色 不过 他眼神间的野心 确实让人无法忽视 待整个场地被控出来之后 沈小枫看着面前的将领 撞死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为何焦族突然换了将领 上次的那位呢 待看到在此话说完之后 那个焦人脸上一闪而逝的阴狠 沈小枫心中顿时明了 看来 自己所猜不错 眼前的这个人 可是想要立功想得厉害 沈小枫想得没错 还是确实十分想要拿下沈小枫 寒珠明明性情优柔寡断 不得焦黄的喜爱 可不管是身份实力 他都压自己一头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他定然不会错过 当沈小枫看到 韩世那个凶狠的眼神时 各位听友朋友 今天的被窝故事到此结束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 请按照标题